老马都准备了啥呀 就那还是一件一件事情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别说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 明镜火牌明镜电视的今天大新闻 我是主持人马居 今天的大新闻由我来主持 我们首先请出二位嘉宾 我们的嘉宾是香港的自身媒体人 纪顺明先生 你好马居 你好小屏你好 还有我们的明镜的当派金牌主持人 K小军先生 哪有什么金银铜 这个不对 谢谢啊 谢谢老马邀请 还有这个谢谢 这个要过年了 问大家新年好 好的 那么我们首先呢 我们今天的进入的话题呢 并不像我们刚开场的时候 这样的轻松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依旧是肺炎 只有肺炎 没有其他的话题 一切都围绕着武汉的分城 我们首先看到呢 武汉的分城呢 已经蔓延到了更多的城市 那么据说呢 武汉三镇之外 还有其他的周围的两座城市呢 也在封锦当中 那么最新的消息 我们纪说明先生 您是否拥有更多的一些 第一手的最新的消息呢 这个其实第一手最新的消息呢 您关到静音了 我们听不到您的声音 换一个喇叭 好了 现在可以了 换一个 那个耳机可能有些问题 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消息啊 是越来越向这个 严峻的方向在发展 今天早上十点钟 武汉被封城以后 武汉周边的一些小城市 黄港啊 俄州啊等等 那个 那个都出现了 这个疫情以后被封城 那么其实 好像问题啊 我们看各种各样的环境证据啊 这个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 要严重的多 原来我们说满报 好像这个 这个武汉病毒啊 这个造成的影响 病例 比现在爆出来的 多 这个不断的每天 在一百多个增加 实际上 很多是没办法 正式爆的 为什么会封城 我看里面有几个原因 一个当然就是 WHO22号在开会 开会呢就是要讨论 最后给这个疫情 要定性 那个包括 会不会把它列为 国际关注的公共安全 危机的这么一个区域 那么这个问题呢 对中国来说是很严峻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如果说 如果有这样的定位的话 那么就全世界对你 都会有一个参与控制 那个包括发旅游警告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中国也有官员 在WHO的这个会议上 进行斡旋 所以 22号的一天会议 最后没有做决定 应该23号继续开会 会来做这个决定 那么其实为了应对 国际的这么一个决定 可能就是临时 要进行这个封城 做这么一个 很快的一个决定 凌晨两点多宣布 那早上十点钟就决定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封城不仅是一个封城 对内对外 就是控制人流 人流能量 就是城市内部也做控制 城市内部的这个 它的这个交通 很多人都搞不明白 为什么城市内部 也要做这样的一个控制 那我这个生了病 怎么去医院看病呢 对吧 那个怎么去量体温呢 那么还有热肠的 有个护士说 他有500个 这个渗透的 这个病人 他们怎么每天 要到医院去渗透 那这些病人又怎么渗透 都会有很多生活上的问题 但是这个政府 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他还要是做这个城市内部的一个交通流动的这个控制 那么实际上是发出一个信号 就武汉城内的这个病毒的蔓延已经到了失控的这个地步 因为你的公共交通就是人群自然集中的地方 那一辆车 那一列火车 地铁 那大量的就是去看病的带军者 在这个上面就容易产生交通交叉感染 所以这个政府已经完全失控的情况下 他不得不把室内的这个交通给停下来 以减少人群在公共交通的这个上面的一个急剧 那么这个以减少这种细菌传播的这种渠道 那么事实上从不少的这个分析数据 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的这个好像是帝国大学吧 帝国理工大学吧 他们原来有个分析 说那那个是在18号以前 说这个武汉应该按照他的模型的推算 应该有1700个可能是感染的感染者 那么这个呢 在这个前天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关于武汉这个疫情的新闻发布会上 有中国的卫生官员对此不消一故 那么但是最近他又发表了一个报告 根据他们的推算 这个这个群体已经达到4000个 那么而且他的区间是在1000到9000多 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很多信息从武汉那边流传出来 就不少人认为这个信息可能还要大 可能目前为止已经有可能超过1万个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武汉的医院人头涌涌 很多人在那边等报告 很多人要去在那边那个测试 因为都有这个症状 都有那个发生的这样的一种各种各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我想北京这个刚刚开的政治局会议 我想北京到现在这一刻可能也已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的确如季先生所讲情况并不像我们过去 首先不像政府所通报的那样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新的情况是 也超出了我们的最坏当时最坏的一个预想和预期 那么陈小平博士您有最新的一些消息吗 我呢也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我所谓的最新消息呢 就是把我看到的一些消息给大家介绍 现在大家都关注它的严重性 那么有的人说 一个安德逊癌症研究所的一个教授 叫张玉焦的写了一篇文章影响很大 他说这个最厉害的时期应该在真月事物前后走路 那么大家等到这个时候看看有多严重 那么呢我认识的一个生物化学医学博士呢 他告诉我要三四个月 所以说它有多严重 现在的时间节点就没有到 有一点非常明确 就是说武汉城最危险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但是要有心理准备 现在还不是最严重的时候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好几组数字 刚才纪先生说到了一个一万的一个数字 这个一万的这个数字呢 昨天一个国内的一个朋友跟我说 起点是一万 这是这个朋友啊 他应该只是一个信息的收集者 这是一个有一些医学基础知识的人 他这么算 然后呢 香港大学的有一个专家啊 接受财新采访的时候 他说要比SARS厉害 多少啊 十倍 那么SARS的时候是死了多少人呢 将近800个人 感染的全球感染人数是多少 是8000 那么这是一个数字 那么刚才纪先生有提到 英国专家 英国专家那个数字 第一波数字是到12号 他说是1700 那么最近这个数字呢 它是4000到将近1万 对不对啊 那么昨天晚上我的一个朋友 传给我的一个信息 就是他们专家组内部 他们就这帮人啊 是搞这个最初的这个武汉肺炎的 这个病毒的研发的 他们非常得意 为什么呢 他们在1月7号就搞出了一个成果 并且上报了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表扬了北京 说他们动作快啊 透明 为什么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在这个这次的这个会上 那个那个那个老大老做干事嘛 啊 赞扬北京透明呢 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啊 这个病毒呢 早就搞出来了啊 然后呢 但是后来一个事情 他说把这个一手号牌给打烂了啊 这是不用说的 但是他们就是一直在满报数字 说41个啊 一直到习近平讲话 才动出来200多 那么现在这几天是雪中式的事 但是谁相信那个数字啊 对不对啊 不断的满报啊 他不给你确诊 你就不能报数字啊 而且他说还有很多这个确诊的程序 说是不能信的啊 这是这是第二个就是说 萨斯的十倍 那么我再说第三个专家 钟南山啊 现在是最大的专家 可悲的是呢 2003年要依靠钟南山来说话 那次他自己说出来说 这次说是政府请他出来说 他说了 这老先生这一次 居然没有说有多少个数字啊 但是有两点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说啊 现在官方公布的死亡率啊 1月9号一个到1月20号的时候呢 多少啊 4个还是6个啊 等这个全国的招待会 记者会出现 国家卫健委出来的时候 又多了几个 到最近是17个 是7个 钟南山现在怎么说呢 现在的这个死亡率啊 你根本就不能说明问题 后果如何 我们都不知道 这是相当保守的说法 所以说吧 4000个 1万个萨斯的十倍 这个不知道多少 这是我看到的这么多说法 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呢 刚才这个大家说了啊 这个为什么半夜封城啊 鸣先生说了 鸣先生两点 我看到一个说法啊 大家念给大家听 大家看看 他对这个封城的做了六点解读啊 第一个传染性极高 第二感染人数巨大 第三武汉医院资源枯竭 第四武汉医护人员被感染人数惊人 第五政府疑无疑管控秩序啊 必须宣布进入暂时状态啊 第六下一步是奔纯啊 建言 所以说啊 我们现在把武汉和我不知道中国啊 也可能是中国 放在了整个的放在了一辆啊 列车 这辆列车在崩向卡桑德拉大桥 卡桑德拉大桥 好 说的很恐怖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恐怖 你别说他说的恐怖 确实是非常恐怖 为什么啊 就是我看有一个消息说 按照道理说 就是小平刚才讲的 这个在病毒源的和病毒的 这个构成结构的这种分析上 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也对那个武汉的这个研究机构 给予了表扬 那个 然后如果当初呢 就是在12号以前就能够按照这种研究 能够把它这个比较这个 妥善的有个管控的方式呢 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爆发 那现在其实大爆发的这个时间点还没完全到 现在只还是一个大爆发的第一波 那个但是由于12号以后一段时间 湖北省在开两会 那就是所以就是把这个消息 这样一种控制的方式就压下来了 就本来说就是如果12号就开始封城 那大概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的一个 像这个全世界全球来蔓延 因为从12号开始 据说有一个数字每天武汉啊 大概都有那个二三十万的人口向外在转移 一个是这个春节到了 有些农民工或者说外地来的再离开 还有就是学校的放假 那么当然也有些听到消息以后往外走的 那么这个就是把病毒都都往外带那个扩散了 而且那个据说呢这个接下去 现在这个上海啊 就是变成有可能成为第二大危险 就现在上海那边就非常紧张 就是据说这一段时间大概起码有三十万的武汉人 本来上海的这个湖北人武汉人就就比较多 那个往上海走的大概有三十万人 那么所以这个为什么往上海走呢 一个水路交通都比较方便 第二个呢就是往北京走控制的严格 就是往上海走相对就是比较开放一点 再说就是上海的医疗条件觉得也比较好 很多人就往上海走 那个最近有个消息 有一家四口人这个到了上海被隔离了 隔离以后又悄悄的走了去迪士尼玩了 那结果要出动武警 这个全城那个收捕 这四个人 所以就是有消息说上海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危险 包括那个香港今天的消息 香港发现了两例 然后今天又通过的这个检测 是确诊了这个两例 那么然后锁定跟这两例相关的人员 有七个都已经有症状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明第二波开始了 为什么呢 就第一波基本上我们看到 包括泰国 包括日本 包括到这个美国的和台湾的 那些找到的这个发现的带军的者 都是和武汉有关系 要么是武汉人 要么去了武汉 那么但是现在的这一波 已经是跟武汉没有关系 就没有去过武汉 也不是武汉的亲属 只是因为接触过武汉来的带军者 然后开始传播 那么这个那个传播的范围 可能就非常大 全国现在本来新疆没有 今天我看到新疆都有了 几乎就是全国一片红了 那个除了好像西藏 现在还没有 青海西藏还没有 其他都已经有了 青海我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是 青海省也已经有了 大概有数位发烧的病人 已经被隔离 但是还没有做最后的确认 但是据青海省的防控中心的人讲 应该不会出 应该不会被检测 被区别区分 那么应该也是中枪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城市 就是上海 那么上海如果也变成这样的话 是否封完武汉之后还会像其他的大城市 也会出现这样的分禁的 就像2003年的时候爆发于广东省 最后广州蔓延很严重 但是到北京最后成为了重灾的区域 那么这有没有可能会这样转移 成为在上海的话 那么上海会不会变成一个第二个被分禁的城市呢 我看到那个网上有网民 上海的网民就呼吁北京 那个中央把香港 把上海立为一个重灾区 要把它封闭起来 为什么这个可能是上海人的这个私心 他不希望更多的武汉人再进来 可能把病毒带过来 其实他不知道这种封城啊 对城内的人是非常痛苦的 那个一种这个生活压力 心理压力也是会非常大 那么上海会不会被封城 如果说上海再出现像武汉那样 大规模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当然也会封城 但是我相信因为武汉的这种 大规模大爆发是因为满报 是因为这个对危害认识不足 那么这个然后他的医疗条件也不允许 那么造成的现在这样的一种 难以收视的一个那个恶果 那我想上海包括其他城市 北京广州 现在应该都已做好了一个充分的准备 上海不仅他本身这个已经腾出了很多的床位 和专一那个专属的这个医院 他还派出了今天的消息 派出了75个人的这个医疗 那个那个分队 那么每个人一组 那个有有专利送到武汉去 所以上海应该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相信上海的城市也比较大 那么现在大家的防范能力要比当初比武汉 可能会更强一些 那么我相信这个或者说 我期望这个最好上海 不会出现这样封城的情况 否则的话这个审视就不堪是想 那么陈小斌博士您如何看待 会不会就对其他的城市 或者是扩大的范围越来越广 而分进的越来越广 有人在网上说呢 有可能到最后呢 整个中国都会被封禁 因为中国人现在的扩散的幅度呢 要比2003年广度和宽度都要大很多 您认为这种可能您有吗 不是可能有没有啊 WTO已经这个8比8了 再过一天今天等着这个判决啊 如果WTO的判决出来 整个中国就被全世界隔离了 这还用说吗 这个 这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中国被全世界隔离 武汉被全中国隔离 但是中国现在就是说 这个武汉病毒已经不是武汉病毒 是中国病毒了 它在满世界扩散了 刚才说的是上海 因为上海说是这个离武汉近点 开车去 武汉医疗资源好 再加上我们刚才说到的 很多武汉人 湖北人在上海生活 对不对啊 有这种关系 但是从现在统计的数字来看 排在武汉之后的是广东啊 广东的这个危害程度啊 不比上海差啊 广东出世 香港怎么办啊 是不是啊 然后北京当然要死保了 对不对啊 对不对 但是你北京死保的病毒 也不听北京的话啊 对不对 现在北京排第三 好像我看书子啊 北京排第三 上海还在后头呢 最大的问题 刚才是老季已经讲了 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个武汉啊 这次啊 这个事情呢 它的控制的黄金时间 有好几档啊 那八个人来造谣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一个黄金控制时间啊 你那时候把它当回事 你不是就把那八个人抓起来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下手了 对不对啊 1月1号以前啊 同学 12月8号到1月1号 中间已经过了22天 23天了 这就是一个时间啊 那么到你 这个 一直在批骗大家 没有医务人员感染的时候 1月5号 医务人员就感染了 1月10号确诊啊 那就是人穿人的标志啊 1月10号也是个节养啊 那个时候你来得及啊 对不对啊 还不干 1月11号到1月16号 武汉政府居然下流 无死到什么程度 一个星期没有增加病例 没有病例啊 这个专家是怎么说的 这个 如此好的牌打成稀拉巴烂啊 因为有政治第一的明确指示 有保密协议的严格要求 不可说不可说 要维稳啊 于是啊 检测报告进到保险柜 只看到5号发便 连续一周发布的 无新增并密 这个人是政府害人啊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看到武汉在搞4万人的这个聚仓啊 4万人同学 4万 这个时候应该采取措施了 他们在搞4万 然后 让这个都以为武汉措施得力 把疫情扼杀到了摇篮里头 谁知道背后的真相是 医务人员多人被感染 人传人确凿无疑 最后 实在是压不住了 只好把中老这位大神请出来 除了中老这位大神以外 美国这位大神也出动了 我们可以说 WTO正的中国病毒 美国可没中中国病毒啊 100个人派到了三大机场 对不对啊 现在扩大到了五个 西雅图也发生了病例 然后还有什么呢 美国正式通过官方途径 跟中国建议 嘿 你病毒扩散到世界上来了 你该去的机场检查了 美国人提了建议啊 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 我们说是倒逼机制 昨天跟陈晓龙的星期 我做的比较早 星期二做的 跟陈晓龙先生做的节目 听说这是倒逼机制啊 没这个倒逼的话 谁知道这是啊 美国人又一次救了中国啊 感谢吧 还在那说美国也有这个 也有很多感冒 你看看这些人在说什么 美国也有很多感冒 还有阴谋认 所以说很多黄金时代 他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至少刚才老季说了 这么大的人的人员流动 在全国扩散 这些人啊 全部都是 很多人告诉你啊 都是潜伏的病毒携带者 然后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个李姓女士的说法 潜伏期 并 也能传染 潜伏期也能传染 还根据这个安德逊癌的研究所的 那个中国教授叫张云娇的 他说 很多这个扩散出去的这些人啊 他很健康啊 但是他身上带着病毒 他没有问题 他不断的在那 作为这个扩散机制 在那扩散 你算算 1月1号以后 多少人从武汉出去 到从中国到世界 从武汉到中国 然后你再算1月5号 这也是节点啊 1月5号医生被感染 我们现在不知道 钟南山说的那个医生 有一个病人啊 在什么神经科被感染的 感染的是四个医生 那个是什么时间 如果这个时间确认的话 那么武汉这个撒谎啊 那更不得了 对不对啊 他说没有医生了 他到1月20号才确认 人传人了 那么1月5号 我们现在看到 报道出来的消息 就有医生被感染 1月10号被确认 那么钟南山先生说的 那个医生 那个病人感染的 四个医生是什么时候 这个东西确认一下 所以说 1月10号 1月5号 1月1号 世界卫生组织 1月14号 说人传人 这也是一个节点啊 节点多了 武汉单区 一个一个的末世节点 你看看 现在他们还在得瑟 有习主席领导 有国务院领导 有武汉市 这个党的领导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 现在还能念肘呢 精神圣利法 你说这个人 不戴口罩也就得了 你这个 搞那个四万人的这个大聚会 也就算了 对不对啊 到现在你还在念这个义和团室的这个胜利法 小平你还不仅四万人了 那个1月21号 武汉省的书记省长都在观看 湖北省的书记省长都在观看这个湖北的银村 那个大联欢 那个还报道 那个还报道演员带病演出 那个这两这两天 这个文字都已经在出来 出来以后拼命这个在三田 但是三田没有传播的速度快 就让人感觉到 在其实21号 那个这一场疫情已经爆发出来 而且中南山也 也把这个引擎都讲了 你湖北省的领导 还在那边观看那个银村的演出 虽然这个演出可能是早就安排的 但是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四季灾难 你根本没有这个警觉 你根本没有把人民的这个声明利益放在第一位 那你还在做你的这个领导梦 那个你包括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 领导都是滞后出来指挥 出来讲话 都是把那个武汉的纪建委 那个推在那个第一线 在那边在那边讲话 那个当然讲错话的也是他们 因为他们是这个在整个满报的系统和体制下 那个做一个传声筒 那么最后受灾难的就是老百姓 这个国家卫健委从我现在看到的消息来看 早就介入了 我们看到的这个消息 这个根据这个财新公布的 12月8号到1月20号的这个武汉病毒日记 他国家卫健委正式介入 是在1月19号 实际上现在看到的消息是卫健委早就进入了 然后这个武汉的卫健委就是刚才之前说的前头的走足 坏事让他们去干 国家卫健委躲到后头 那么国家卫健委因为在前面 那武汉那些人根本就做不了主 这也是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怪湖北啊 湖北在这个事情上真的是冤大头啊 刚开始抓警察 抓那些人可能是警察是湖北干的坏事 这个传统思维一见到有事就歹人 现在山东好像还在歹人啊 只要关于这事你敢说就歹人啊 然后我觉得1月1号那个歹人 那个歹人的事一定是湖北人 那个湖北自己干的 这个跟国家卫健委没有关系 那么后来很多事情就是国家卫健委 直接在指使他们干坏事 嗯 嗯